脂肪肝是不是病,需不需要治疗? 当一个人的饮食超过其身体可以处理的脂肪量质,脂肪组织会在肝脏中慢慢积住。 脂肪肝在超重者或肥胖者中较常见,但也会发生在体重正常的成年人身上。 如果脂肪积住超过肝脏的5%,此肝脏便被视为脂肪肝。 虽然此行情可能不会造成极客损伤,但是肝脏中多余的脂肪可能会令肝脏易受进一步的损害,例如发炎与结疤。 而接着粗腰围、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胆固醇和血脂异常为特点的健康问题,也会开始伴随。 而这些危险因素将会大大增加我们患上许多慢性疾病的风险。 如典型的糖尿病、高脂血症、血脂上升、胰岛素抵抗、高血压及某些病症、较为严重的情形可导致肝脏严重结疤。 高达11%的患者会因肝病致命。 一些患者可能因为慢性肝衰竭而需要进行肝脏移植。 一般来说,脂肪肝病并无症状,但有些人表示腹部近肝脏处不舒服、疲倦、浑身不自在及若有若无的不适感。 目前,尚没有一种仅证实能有效治疗脂肪肝的药物。 治疗脂肪肝现实已极为普遍,所以亦引起科学界的多方关注。 现在的多个临床试验均致力寻求脂肪肝病的不同疗法。 而早在几千年前,欧洲一大的人就开始使用水飞剂作为治疗肝病的首选生药。 水飞剂萃取出的黄酮素包含多种成分,可保护肝脏免受毒性物质进行,促进肝细胞再生。 增加肝脏细胞分泌抗氧化酵素GSH,抑制动脉硬化,抑制致癌因子,并防止癌细胞的分化及增生。 水飞剂具强力抗氧化功能,植物全株含饱肝作用的黄酮素,能保护肝脏细胞免受自由基破坏,并能加速合成肝细胞的DNA,去养核糖核酸,是有效治肝的草本。 根王肝宝宝是使用水飞剂、糯尼果、姜黄等有益肝脏的草本植物制成,有助于抗氧化,清除坏死滞留细胞组织,提高肝细胞的活性,增强肝脏生命力。 适用于对排尿不顺、胃、皮和肾脏功能欠佳者。 根王肝宝宝片剂售价,兴币58元,在新加坡各中西药行均有出售。 请问电话65625526,6625526。